兄弟们,不好了 我家鸟好像被老鹰盯上了 怎么办 现在都不敢放小吴了 怕被老鹰捉走了 看,门口飞来了一只老鹰 在那里守着 好像是有损 不知道他想着我的八哥还是小鸽子 还是牡丹鹦鹉 我都不敢放鸟了 这家伙胆子太大了 小吴在这里呢 小吴过来 小心一点 有一只油笋跑过来了 小心把你捉走了 小吴被油笋追了好多次了 但是都没有捉到他 他很聪明的 那只油笋看到我 飞到河边那里去了 看到他飞到这里面来的 应该是在某个地方躲起来了 刚才好惊险 那只油笋 刚才又飞过来捉小吴了 还好小吴反应快 马上飞回家躲起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监控的回放 好像是一只油笋 飞到那上面去了 他冰上小吴了 胆子这么大 我在这里他也敢飞过来 小吴的警惕性好高 这油笋还没飞过来 他马上就看到了 马上躲起来了 小心一点 前年有一次 小黑没有被老鹰吓死的时候 也是有一只油笋 也是这样子的 把他追到家里面去了 我还在家里的门口那里 他直接追到房子里面去 不过小吴特别聪明 他一看到老鹰 他就找地方躲起来 要么就飞回家 追了有五六次了吧 一次都没追到小吴 你是不是遭有那只油笋了 他怎么一直盯着你呢 好危险啊 刚才 先把小吴关两天吧 为了他的安全 他已经被老鹰盯上了 这是什么风 做了个窝在这里 刚才这个时候是放在这里的 给拿开 就发现有一些风涌在这里 小吴加餐了 可以吃了 加餐了 是不是给小吴送吃的吗 是不是 放了吃的给他的 关起来了 关两三天 等那只老鹰打消念头 再放他 好好在里面待着了 不准再出来了 太危险了 就anic了 了 我猜就要 了 好 好 好 Mexico